美俄完成会晤后,接着就爆出了一个重大消息 6月18日,在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路透社记者提问称,沙利文表示 美方将考虑安排拜登总统和中方领导人举行会谈 中方能否证实 对此发言人赵立坚表示,我注意到有关报道,目前没有进一步可以提供的消息 从这短短的疑问一答中,我们能看出什么 在我看来,至少释放了三个重大信号 一,美国向包括中国的各方释放信号,白宫想和中国领导人进行会谈 二,美方此前并未向中方沟通,外交部也是从报道上看到的相关信息 基于这只是美国政府对媒体释放的信号,中国在没有收到美方请求的情况下 当然不可能有任何信息提供 三,拜登并未能在普京身上得到他想要的,或者说没有在普京身上达到理想效果 那拜登为什么在这么短的时间里会玩盟友见普京,见完普京就说要与中国领导人会谈呢 拜登之所以如此猴急 最根本的原因有四个,一,美国经济真的有些顶不住了,美国当前的经济状况很不理想 最关键的问题不在于经济增长本身是通胀压力 四月,美国的CPI冲高到了4.2%,这非常高了 到了五月更是达到了5%,创了13年来的新高 按现在的架势,如果美国的通胀的不到遏制 那2021年的经济,可能被通胀吃得差不多 经济增速被通胀吃得差不多,意味着美国2021年的经济的增长要被归零 再考虑,到美国社会分配存在严重问题 通胀对中低收入者将是严重杀伤 这会给美国的社会稳定,带来严重副作用 而且,美国是需求驱动的消费经济 如果社会出现恶性通胀,美元货币的国际信誉也会大打折扣 那将是美国的另一个灾难 所以对白宫来说,想办法解决通胀问题迫在眉睫 谁能帮美国解决通胀问题?只有中国 当前全球,中国客观上掌握着商品的流动方向 全球的大宗商品向中国集中 中国又是全球第一大制造业国家 还是全球第一大消费市场和贸易国 这一切的一切都意味着,中国对全球商品流向具有更高话语权 就中美而言,中国输美商品的价格 直接影响美国消费市场价格 也就直接影响美国CPI 那美国政府想中国怎样? 答案是降低汇率 美国如果想降低中国输美商品价格 降低特朗普强加给中国输美商品的关税即可 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才有了最近中美双方高层的四次通话 四次通话结束,迄今还没有中美重启贸易谈判的具体信息 这对于需要解缘媒之极美国来说,当然是心情如猴抓 在这种情况下,美国政府释放出拜登 想与中国领导人会谈的意愿就不奇怪了 二,白宫内心充满战略躁动 美国现在的状态是什么? 是躁动状态 这一点,我们从拜登的状态可以亏斑健报 拜登上任头两个月,与盟友沟通协调就是想给中国来个下马威 结果被中国在阿拉斯加给反制了 又拉盟友在G7,美欧峰会上针对中国 接下来在北约峰会肯定也会针对中国 另外,拜登还与普京取得会晤 同样是想分化中俄,让俄罗斯也配合美国反华 削弱对中国的战略支撑和对美国的战略牵制 另外,美国政府还做了不少其他外交动作 这些动作中都充满一个状态 那就是战略躁动 面对中国的迅速崛起,美国内心是充满焦虑的 一方面,面对中国复兴美国有些无奈 特朗普单边主义政策已经用完了 连贸易战都打了,可白宫并不能把中国怎么样 在这种情况下,换了拜登当总统 内心必然是充满战略躁动的 其行为也必然是躁动的 所以当与盟友俄罗斯都会谈完 呃,拜登政府就又想着和中国谈了 拜登就是想把各方的底都摸一遍 最重要的原因就是美国现在心里没底 拜登政府缺乏自信 拜登缺乏自信的一个比较明显的表现是 在与普京会晤后不敢与普京一起举行发布会 三,美国依然希望从中国这里获得更多实际好处 自特朗普上台至今拜登继任 过去四年的时间里虽然美国战略上要遏制中国 打压中国并且有各种层出不穷的行动 但现实也很明显 美国在打压中国的同时也一直需要中国 譬如,特朗普政府与中国持续打贸易战 但两年多时间最终还是白宫要求谈判缓和关系 哪怕在特朗普强加给中国输美商品 至少25%关税的情况下 中美贸易在2021年依然暴增 所谓的中美脱钩 在现实面前显得不堪一击 美国现在想从中国获得廉价商品 想让中国购买更多美国商品 同时还想抑制中国的经济增长 阻挡中国伟大复兴 这就是美国自己充满欲望大鱼大肉 想拿别家的柴烧自己的锅 同时还想把他国的饭碗给砸了 这不是很可笑的逻辑吗 但这就是美国的逻辑 美国想从中国获得太多 注定了他无法专注打压中国 所以拜登在上任后不久 在中美博弈激烈的背景下 也希望与中国领导人举行会谈 这种会谈其实不会有任何战略上的结果 但却可能让美国在经贸领域得到实惠 对中国来说 时间在中国这边战略空 尖也在中国这边 你要怎样咱就怎样 美国想从中国治理要实惠 那当然没问题 因为中国也能从中得到实惠 而且中国还能赢得更多战略时间 四美国想稳住中国 拜登与玩单边主义的特朗普不同 他要玩基于美国的假多边 他首先想拉拢忽佑盟友共同对付中国 试图通过盟友冲锋在前当炮灰 让美国获得更大的战略空间和更多战略利益 同时美国还想做两件事 一是稳住俄罗斯 美国试图以降低对俄罗斯的战略压力为诱饵 促使俄罗斯降低对美国的牵制 这样美国就可以全力对付中国 尤其是尽量说服欧盟友有权力对付中国 美国的目的是把北约的地缘军事控制范围 扩张到印度洋和太平洋与印太战略融合起来 形成以反华为核心的军事霸权体系 二是稳住中国 美国试图在战略上稳住中国 诱导中国减少对美国打压中国的反抗力度 因为只要中国降低反抗力度 美国就更能诱导盟友减少战略迟 和美国一起围欧中国 其实如果大家注意 会发现拜登政府完全嘴不硬心 说一做二 3月18日到19日 美国想以衰背为号围欧中国 欧盟的制裁先发 截至是美国等西方盟友 但中国的强力反击迅速让欧盟清醒 这才有了德国、法国、西班牙、意大利等国态度的立刻转变 才有像立陶宛这样的东欧国家被西欧国家孤立 在这样的情况下 美国就更加希望中国对美国态度冷 近一点软化一点 为什么有些人一直黑中国的外交为战狼外交 想将中国外交污名化 其原因就在于此 有人试图配合西方污名化中国外交 但事实上 面对西方那些豺狼虎豹 中国如果连一点战狼精神都没有 又哪能维护国权与人民利益 看看美国的歇斯底里 大家就明白了 面对美国打上门来 和直战狼精神 你若没有以牙还牙的勇气 他能骑在你脖子上让你当牛做马 美国现在主动找上门来沟通 其中目的之一就是想软化中国态度 尤其是在一些地缘敏感问题上 美国很担心中国突然的强势 迫使美国不得不做出更高级别反应 从而与中国发生冲突 其实对于中美来说 双方都不希望冲突 美国不希望冲突是想中国按照美国的意志形式 这样美国就不用与中国直接对抗 中方不希望冲突是 中国还需要发展 没有国家愿意与霸权国家直接冲突 但是现在的问题是美国多多逼人 这就决定了中国在必要的时候不得不出手 中美到底是走向对抗还是和谐 关键在美国 如果美国不断得寸进尺 那中美必有更加激烈的较量 甚至在局部会直接撕破脸爆发冲突 到那时美国就得做出选择 而中国只有一个选 制作人票 将来准备 提供 打率 打率 打率